近日气功大师王林与关门弟子邹勇的反目 令人彩探世事无常 而随着视频的不断曝光 王大师也逐渐特讯神秘 近日有娱乐推手称李天一崇拜 气功大师王林为干爹引起网友的热议 推手称王林大师交友广阔更胜前线 徒子徒孙横跨正商文娱界 王林不断和老艺术家李双江 是一起喝过血酒的拜把子兄弟孟哥的义兄 还是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的干爹 李第一犯时候改名为李冠峰就是王林大师的意思 王林大师还赐给李天一一块屈膝地生的护身符 据悉这块经过王林大师亲手开光的护身符 可以正邪魔去栽货 逢凶化级有求必应 王林称就算李天一把天孔的窟窿 都可保持背后有靠稳如泰山 而且王林曾不遗余地为干儿子李天一出谋划策 保驾护行可谓是李家幕后的法律顾问 对此李家法律顾问蓝河律师直斥网上的说法 纯属无稽之谈并将其定义为网络黑帮 蓝河律师表示 从专业写手动传李天一案新版内幕 到娱乐策划人炮制拜王林为干爹 以其网络黑帮群体的舆论轨迹来看 该案有明显人为操作舆论痕迹 激化矛盾混淆视听 以达到位置先判遮蔽真相的目的 舆论被商业化操控只会加深社会误解和恐怖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